上帝粒子找到了 可解宇宙源起之谜 物理学又有新突破 物理学家花了近半世纪 普普追寻形成宇宙的要素 希格斯粒子现在可能找到了 希格斯粒子是以提出这个理论的 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名字命名 昨天欧洲共同加速器中心宣布 观察一种新的次元子粒子 与上帝粒子相符 发言人说美国和欧洲两个实验室 都获得同样的结果 可能出错的几率只有千万分之六 科学家认为宇宙由62种基本粒子组成 但过去发现的61种粒子 都无法解释粒子质量从何而来 科学家相信尚未被发现的第62种粒子 上帝粒子就是物质质量的来源 科学家为了寻找上帝粒子 在欧洲建造超大型地理实验室 耗资超过3000亿台币 利用复杂的实验仪器 带强子对撞机 让两束直子或千离子 加速到接近光速迎面对撞 再用侦测器探测对撞产生新粒子 科学家在计算追踪这些粒子的轨迹 找出它们的特性 宏建137亿年前大爆炸后的宇宙现场 一旦确定发现上帝粒子 这样可解释到现存物质的质量来源 台湾大学和中央大学也有加入 大强子对撞研究计划负责物理分析 台湾区研究计划总主持人李世昌昨天说 最近看到了新粒子 仍无法确认是否上帝粒子 还需持续验证分析它的特性 预计到年底才会有较明确的结果 动新闻综合报导